北京攻台需要两栖攻击舰吗 需要到052D驱逐舰吗 需要到万顿级的导弹驱逐舰吗 这个就够了吧 我们等一下帅上军 夺台神器 现在呢大陆国产的 称之为欧洲野牛登陆艇 728型正式服役 而且在中国大陆量产了 它有一些分析的数字 比如说台湾海峡平均宽度200公里 那这个夺台神器的气垫登陆艇呢 它的航距300海里大概是556公里 就是说完全可以来回 然后平均航速55节 它说一趟往返4个小时 再加上半小时装船 半小时投放部队 它说728型的登陆艇 完成一次兵力投放5个小时 因此呢一艘登陆艇24小时内 一天之内它可以跑4趟 它每一趟呢 可以在三浪的主战坦克 再一趟呢10辆的轮式装甲车 或者是8辆步兵战车 或者是360名步兵 这个东西很早就认识了 我们民国68年 在佑昌当旅长的时候 我们八军团每个月都要开一个 军事的兵器推演 那个时候就有欧洲的这个野牛式的这个气垫船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列为 饭台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 可是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并没有买多少 为什么我们在乎呢 因为台湾的海岸地形 东海岸因为悬崖绝壁 上来只有一条公路 你大军登陆上来没有什么作为 西海岸 西海岸能够适合登陆的就是屏东那一块 下淡水溪以南 那个时候美军就测过那个水纹跟这个滩岸的坡度比 以前的老式登陆艇是要 这个小艇前面有个挡板 靠到岸的时候挡板发现了你走上岸 或者是射水 但是我们的西海岸呢 那个浅滩很长 你知道我们的西海岸很多那个退潮的时候 退出去几百公尺 这个时候登陆艇就靠不上来了 那下来的步兵要在泥江里面沙江里面 走上几百公尺上千公尺 你不是活靶子吗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调查过从基隆一直到高雄 能够可以登陆的滩头都很小 都是一个营级的滩头 而且我们很多这个防波块 还有这个水泥桩 就是防止敌人登陆艇靠岸 但是为什么对气垫船比较忌惮呢 因为气垫船它不靠那个岸边的这个坡度比 它是浮在水面上 它是用很多鼓风机把这个气往下吹 然后这个船外面有一层皮裙 这个裙子就兜到这个气呢 产生向下压的力量 所以这个气垫船 它在水面速度很快 它因为没有水的阻力嘛 这个船不接触到水嘛 那后面两个大风扇推着它就往前走得很快 那么它登陆的时候 它可以跨越雷区你知道吧 雷区地带没有效果嘛 它没有都可以压在地围上嘛 对不对 很多小的地帐它都越过了 可是96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啊 它的登陆艇跟这个野牛的这个气垫船数量不够 不足以威胁到本岛 所以我那时候国防部我们在乎的就是外岛的防御 外岛的防御 那个时候很在乎的什么东沙 澎湖 这种不像马祖 马祖气垫船上不去 那个大的登陆艇也上不去 但是金门跟这个澎湖 这个船就有作用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算准了 它的数量还不够 那现在仍然还是不够 你现在有075两栖登陆舰 那么728的这个野牛这个气垫船 数量如果要犯台的话 它还是数量还是不够 那么它是很严重的威胁 它可以带360多个人 一个步兵营差不多就上来了 那你要一次上来 要上来十几条船才行 所以它现在三四千人上岸市 释放了消息 它已经开始可以量产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它现在开始量产了 那加上075那个两栖登陆舰 再多盖几条 多做几条 可是我看它现在头产的 大概都是052 055大区 没有看到这个有增产的 所以做登陆作战的话 它还要有一段时间的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这个智库啊 兰德公司的军事专家才说 台湾建议台湾在近海 造这个人工礁石吗 打乱解放军两栖登陆作战的节奏 没有那么简单 我跟你讲 为什么古时候 所有军事作战有一句谚语 当你城堡盖来盖好的时候 就是准备要破灭的时候 因为你盖好了 我就知道你大概强点在哪里 弱点在哪里 我怎么破战术战术 战术就是人思考怎么克服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历史上很有名的马其诺防线 齐格菲防线产生作用没有 没有产生作用 全世界最好的城堡 军事弹钉堡照样被突厥人赶下来了 所以城堡万里长城拦过匈奴吗 也没拦过连青槽都没拦过 所以这问题就是说当你的东西一旦盖好的时候 大家就要想办法怎么来破除 所以有这个武器它速度快 它不靠岸 它就是就在你岸边你有防波块没关系 就在那边下来已经上岸了 兵就不要涉水 涉滩了 那重炮也就上来了 它还有推土机可以推上来 所以问题就是说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你看民国68年 我们那个时候就很注意这个动态 所以就是在战争战略上面 一物客一物嘛 看谁想的 想的比较早嘛 首先邀请我们有没有好朋友 刚加入我们的喜欢我们前进战略高地吗 记得帮我们按赞支持 这个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欢迎大家免费动动手指 在我们的YT的首页 你会看到小铃铛旁边有个订阅 帮我们把频道也订阅起来 完全免费 但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请张将军来帮我们分析 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兵推显示 只要24枚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可以集成美军的福特号航母 有这个退役少将就认为 航母最弱 上层甲板 东风27 阴急21 就可以从上往下贯穿 把航母集成 对 这个导弹都是由上往下 因为现在导弹的话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我们的 就是略海的巡弋飞弹 就是反舰飞弹的 有时候到座面还会拉起来 这样下来 它座面那一层还会拉起来 然后这样对下去 那航母它左右这甲板是比较厚 你要注意到 而且它比较厚的状况之下 你想要集穿 它现在是自动防护系统 你只要是那个地方被炸了之后 它自动就关门了 炸门就关起来了 它损管就在那个区域 所以它的抗炸能力 它的这种战场的存活率蛮高的 航母毕竟大 这方面的设计的考量 毕竟是比较周延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利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